原标题 大唐都能把疆域扩张至贤海和伊朗 可为何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兆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 论疆域扩张能力 说唐朝第二的话 没哪个朝代敢命居第一 就连极具扩张性的元朝也是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 唐朝在西边的疆域 还达到了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达到的高度 那就是扩张到了中亚的贤海和西亚伊朗 波斯都督府 至所在金伊朗扎伯勒 可是 这其中也出现了一个较为怪异的现象 对于西南的南兆国 唐朝却始终无可奈何 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 大唐都能把疆域扩张至贤海和伊朗 可为何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兆 究其原因 还是有以下几点 第一 对唐朝而言 南兆的威胁性远不及北方游牧大 能够给唐朝带来真正亡国灾难的政权 先是突厥 后是土藩 所以唐庭的重点防疫对象就是突厥 其次是土藩 而突厥和土藩这两个国家又异常的强大 使得唐中央不得不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对抗这两个身上 后来土藩在西边大举进犯 李治甚至被逼得不得不将朝鲜半岛的兵力抽出去对抗 以至于朝鲜半岛被新罗蚕食掉 最终失去了朝鲜半岛 而南兆也正是趁唐朝无暇顾及自己时 慢慢长成了一个人口不多 但均是实力强悍的中型国家 当唐朝有空弄死南兆时自身也快不行了 第二南兆自身原因 齐江玉鼎盛时期 囊括贵州和四川长江南外 老挝泰国缅甸北部 实力不容小觑 他不仅拥有十多万正规军 还拥有数量庞大的乡兵和蛮兵 说是全民皆兵也不维护 此外 西南少数民族向来勇敢彪悍 战斗力极强 想要对付南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展开全文 而且南兆能和大唐相抗衡 有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有土发的牵制 所以南兆每次冒失 都挑大唐与土发开战的时候 而且往往是捞一把就走 当唐中央 抽出身来讨伐南兆的时候 他又百般示好 表示愿意臣服 弄得大唐一点脾气没有 不打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他还闹是 打得花 又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一旦惹毛了还早向土翻 第三 地理气候原因 南兆地处西南边陲 境内山高林密 气候湿热 特别是热带并盛行 除了当地居民外 外人根本不适应 而且 云南之地多胀气 加上高山河流的环绕 进军十分的困难 这让以北方人为主的唐军 对云南之地的天气和环境 十分的不适应 加上道路的阻隔 所以 唐军在云南和川滇一带的 作战最大的问题 不在于兵力多寡 甚至也不是将帅的问题 而在于后勤保障太难了 这也让唐朝军队在南兆的战争失利 大部分是因为水土不服 不适应当地的环境 唐军的几次争拔中 大部分伤亡来自疾病等 非战斗减远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 恶劣的自然环境 尤其是湿热的山地丛林环境 一直是阻挡中原王朝扩张的重要障碍 因此 高原 出山峻岭 天气元金 都成为唐军和南兆的战争中 很难克服的巨大障碍 严重限制了唐军战斗力的发挥 不过 即便是如此 好死南兆的 还是已经处于末世唐朝 在唐朝与南兆战争的最后阶段 名将高平 821年至887年 指挥唐军数次大破南兆军 南兆旅负重 国号须 南子十五以下西发 赴庚已向军 南兆衰落 这使得南兆不敢再与唐朝交战 南兆君主标信宋子入朝为制 而唐朝与南兆的最后战争 不仅耗尽了唐中央最后一点实力 更耗尽了西南地区再次成为军事强国的前例 南兆灭亡后 西南再也没能出现南兆这样的强国 后来的大长河、大理国都远比南兆若小 还打不过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个藩阵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听 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